我们今天大概R的部分 这个机器学习里面决策树 最后一个单元 这个叫做Random Forest 森林了 我们早上到现在都是建树 对不对 一棵一棵树的建 那一样 那因为机器越来越好 处理器也越来越快的元素 所以说可以我们 除了建一棵树以外 让各位开发一片森林 建很多棵树 建完树之间呢 每棵树之间的去找迭代 然后去选好的 然后去做比较 去无存经 类似像这样子 好 那讲穿了就是 借有多棵树 然后去找它 试着好的 把它存留下来 那来看一下 叫做随机森林 那这边老师都有去做一些的解释 那你就想到就是一棵一棵树 然后去相互之间 去做 来看一下 那在R里面怎么做到的呢 前面的这个资料都跟之前的一样 好 接下来就是1437行 如果说你这个Random Forest的这个套件 还没有安装的 Ctrl-C Copy 直接在package里面 这边去做Random Forest 这个套件的安装 好 那我已经安装过了 安装完了 再去做Library 那接下来一样建模了 前面建的是Ctree Rpa C50 还有Ln 对不对 接下来要建模 1441行 那这个Function呢 就是Random Forest 1441行 那一样我们的Formula是什么呢 就是Species 对所有的变数 对所有的变数 那Data Set呢 就是我们的Train Data 好 差别是在这边 有一个叫做NTree N的意思就是Number of Tree 你要让它建几百棵树 我们之前是建一棵树 对不对 现在就让它建一百棵树 从这一百棵树里面 慢慢跳跳跳跳 它有它的方法就对了 建一百棵树 就好像我们 建一百棵树之后呢 OK 来 那建模 其他的预设值 你就照原先的 建完模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存成一个叫做RF Random Forest 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模型 看到没 你才按下去 模型就已经建完了 在哪里 就在这里 RF 它是一个List 的Dimension 一个List的Data Type 你往下拉 它有很多的 这些的 参数 这个前面的跟Summary 那些 Attribute 这些都可以 跟我们原先的决策数 的那些指令都是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去做预测了 去做Predict 所以说这个Predict 很好用 你只要建完模的 通通都可以套这个Predict 预测的这一个Function 不管你是Linear Regression 不管是你的 是Ctree R Par C50 甚至到我们现在的RF Random Forest 在1442行 这边就可以看到了 Predict 去做预测 一样 这个是预测什么 是预测自己 对不对 因为我并没有一个New Data Set 进去 所以它就是把自己原先 预测的值 把它 挑出来 预测值 挑出来 你也可以 可以秀一下 秀出来 你可以看到没有 它就跟你讲 这个值是在这里 就是第一个就是 它算出来的就是 利用它的500克素 你看100克素 每个一共是多少颗 149 好 算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原先的Trend Data 那各位看到这个是 是跳号的 它不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原来的Trend Data 我们的Trend 原来的Trend Data 有多少笔 资料 记得吗 有109笔的资料 Trend Data有109笔的资料 再看一次 1442这个Predict 这109笔的资料 它已经Trend完之后 秀给你看 然后一样 做混淆矩正 Confusion Metric 混淆矩正 我们预测出来的 原来的Model的 跟自己原先training的Data 去做列连表 好 就出来了 好 43 31 30 这是中间的 好 那把这个模型印出来 这它的一些的属性 你们大概看一下 好 接下来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Plot 1473 只是它跟你讲到它怎么去做收敛的 刚开始的Error是蛮大的 接下来大概建到第20棵树之后就已经平稳了 好 就已经平稳了 到100棵树结束 等一下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让它建500棵树 但是因为这个Model很简单 它已经跟你讲 在20棵树它已经大概已经收敛了 你就不用再建500棵 就都一样 当然将来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用空污的资料试试看 100棵树它有没有收敛 像这边来看到 这个叫做收敛 这个大概在第20棵 19棵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收敛了 后面都是平的 躺平了 attribute这些你们都自己看一下了 这个画图 那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叫做 importance1477 它会告诉你 这一个系数的重要性 当然值越大的 代表它的重要性越高 那这边来看到 是在这个屏幕的价格上 它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们还可以试试看 所以我们也会试试看 如果有一个比较这样 它就是在这个比较这样 就在这边的一个比较这样 所以我们再说 这边的比较这样 就在这边的比较这样 6分1分,相對的你就知道這個重要性沒有那麼高 再看一下它的這個Variable的Important的Plot 也可以把它畫圖出來 你看就是這兩顆,這字比較高 當然最後我們就要去做Test Data Verification 去驗證我們測試級了 因為我不能求員兼裁判,對不對 原來的70%的我已經訓練完了 我再拿訓練當然我的準確率會比較高 對不對,那當然要拿另外一個Data Set 再來就是那30%、20%的Data Set 去測驗我們這個RF 這個Random Forest的建模 好,一樣做Predict 預測模型,這個叫做Object 我們的物件就是這個Object 建完模的時候 接下來注意到New Data 送新的資料讓它去做預測 預測完了之後我把它存成一個叫做Iris的Pied Predit 好,接下來 那這個就是預測完的值 那一樣你可以這個IrisPied去看看 就是這41筆的資料 它已經做預測好了 前面幾筆大概都是Sentosa 後面就是Versicolor跟Virginica 好,跟前面幾乎也都是雷同 所以就看到換湯不換藥就是幾種方法去練習 好,一樣去看它的混淆矩症 好,一樣這個是我們預測出來的 那這個是我們真實的 Test Data 對不對 Species 對角線的都是預測對的 對角線這個不對的 有兩個物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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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你們就可以去算 它到底百分比是多少 2去除以 2去除以 誇乎的什麼 7加15加17 還有再加個2 就是總total 其實這個應該就是41 應該就是41了 好,大概 誤差 誤差 誤分率大概是4.9% 誒 有沒有比剛才好一點 比C50又好一點了 來記得吧 我們C50是多少 5.2 R帕大概是5.5、5.6 那Random Forest 種了500棵樹 提升了多少 提升了大概0.0.003% 那你說老師我提升0.003% O不OK 值不值得 當然就相對於看你投資的金額啊 你投資100塊 我增加0.003 這樣不好 不好嘛 我今天假設投資1000萬呢 我1000萬的0.003%呢 就相對的不少了 對不對 那你投資1億呢 就是這個道理 好不好 你不要認為這個0.03% 0.02% 不多 0.1%不多 當你的金額大的時候 這種加乘的效果就會出來 好 好 OK 那這個是我們大概 這個在所謂 剛好兩個方式了 兩個 一個叫做Decision Tree 決策術 一個是Random Forest 這個是在做什麼 學習 監督式學習 Supervised Learning Supervised Learning 監督式學習是有什麼 有目標變數的 有Y的 有Y的 好 那接下來一樣衍生的例子 就可以自己去找 資料集來做了 好 來 空屋的當然你們還是做了 好 來接下來就是一樣了 要練習的話就是 我們UCI 的Dataset 好 各位去打上UCI Dataset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算是經典 Machine Learning的經典 Machine Learning的Respository 就是它的Database 現在是559個Database Dataset 來這邊來看一下 進來這邊就有一個 Regression 有看到沒有 這邊一個 Regression 對 就是 上市教的 Linear Model LN 好 那老師還有一個叫做 GLN General的 你們也可以Google一下 GLN GLN是有 那個 類別型的 它也是可以去做 好 所以說 linear regression的 你們可以點選一下 129個Dataset 好 那我們就 等一下呢 這個是你們的練習 好不好 那我們希望盡量 每一組 不要找到一樣的資料集 不要找到一樣的資料集 來去做訓練 然後來去做學習 好不好 那就當成你們的小project 對不對 分析過的 那接下來 我們今天談到的是什麼呢 談到的是 classification 分類 分類有幾筆 有419 所以說也就是 告訴各位 在現金 解決問題 的 問題的裡面 絕大部分 的佔比 都是 分類比較多 該不該發金卡給他 該不該 合卡給他 該不該給他升等 這些都是 類別型 yes or no 在工廠裡面 平管 對不對 或是瑕疵檢定 這些 都是屬於類別 好來看一下這個類別型 一樣 點選進去 就大概有400 多種 的 資料 好 那老師在資料集裡面 程式碼裡面 應該有一個叫做 Arabony 這個 鮑魚的資料集 你們也可以 老師程式碼已經寫好了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在資料集裡面 老師程式碼裡面有 好 好 OK 那我們今天的這一個 決策術還有random forest 做classification的 機器學習呢 就到這邊 結束 好